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对空间物理不是很了解的朋友听到我说学空间物理 马上把我和天文学或者天气物理联系在一起 后来我也花了很大的力气给他们解释 两者的学科之间的不同 简单来讲的话 天气物理主要是研究这些星体 就是说星星 这些星体怎么产生的 然后他们如何运行 星云的一些形成这些东西 然后空间物理的话主要是研究 空间真的是空间 就是space和这些星体的一些相互的作用 或者是这个星体之间 就是像刚才讲的说太阳风 然后怎么影响地球 就这样一个空间 地球和它所处的空间的一种相互作用 我个人的话 主要是对物理特别喜欢 这个喜欢也可以说是天生的 就是说我在初中开始上物理课的时候 对别的课的话可能有 比如说作业 觉得有些事我从学生是负担 那在物理的话 就觉得这些问题 没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就学到物理知识之后 你可以来解决很多与生活中间相关那些物理的问题 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就感觉物理学习就特别容易 不像别的学科 一个时候你要去记忆一些东西 物理的话就觉得特别自然 你接受之后就觉得 哇本来静在这样 就有一种亲切感 我是科学家刘凯军 我来做科普 10月21日 欢迎来有意思博物馆 一起迈向宇宙深处